是谁判你了 你怎么不说话 看你满头大汗的样子 你不是特意判 你怎么不说话 我做配雪碧 我做配雪碧 美好的一天 恒惠好开始 好 美好 非常好 谢谢 多下来了 双十一的当天 是怎样的一个体验 双十一当天 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 也非常刺激的一个场面 平时我们想两个班人 一起上班的 可能性不大 我们再双十一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怎么说就情绪比较高涨 然后马上迎来 这个盛典的时刻 说零点之前 我们大家还在去讨论 这个活动问题 那零点的时候 大家特别安静 听到的就是线盘声 然后大家会安静 那么一个小时 过了高峰期之后 好 这一波走掉了 然后大家轻松了一点 是这样的 然后整个氛围是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手够用吗 所以说我们从 在九月份十月份 就在做准备 整个电商都在位了 那一天在疯狂的运转 对的 双十一忙的时候 是有多忙 双十一当中的话 可能会接 一千到两千 就一个人 对 一个人要接一千到两千的 所以双十一对你来说 会比较痛苦是吗 不会呀 赚钱呀 就有销售提成 对 双十一的时候 大家能拿多少 一般的话 像五六千的话 应该都是比较 基本的了 应该拿到一万的也有 平均下来 大家能拿多少 三千到四千左右 三四千 高的呢 高的话就不封顶 你有多大能力就行 我们每一个客服 每天平均要应对 多少个顾客 一个客服的话 一般在二百个量的 就是比较好 一天 一个班 两分钟 一个 差不多 对 因为现在比拼的 就是一个效率 您经历过 特别讨人厌的那种客户 有 肯定有 那怎么应对 这一部分人的存在 我们千秋的有功能 可以看到满家的一个新一度 可以看到他发出的好评率是多少 对 如果他好评率比较低的话 就说明这个人比较难搞 对 那像这种 特殊顾客的话 肯定也有特殊的对待方法 好 yes 平均年龄是多少 25岁左右吧 他们的学历一般是 高中 他的性别比是怎样的 我们是女性 多多 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多 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女孩 对 你的你的 id 昵称叫什么 我的 id 昵称 就是 我看其他人叫什么 小美啊 什么可可呀 安吉啊 你叫什么 我叫 我叫小蓝 你叫小蓝 蓝色的蓝 所以他就就人家以为你是个女生还是 那他感觉我是一个女生 都会以为你是女生 哈哈哈哈 这个也都不得 就是给他一种感觉 啊 然后这样交流起来更轻松一点 谁是你比较好的朋友 这个 这个 所以你有卖过化妆品 也有 就是就是蓝买的都是女生 然后你是一个男生的客服 然后你卖他们化妆品 对于男生来说 就是很好去卖这个东西 所以应该女生卖这个比较 比较好做 好的 好 谢谢 辛苦了 现在很多人 会抱怨淘宝客服 大家会觉得说亲偏一律 就是一上来就叫我亲 其实有一些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 对 你是怎么理解这样的心态的 这只是一个尊称 有些人他就不喜欢亲 但是他喜欢老铁啊 或什么 那就再换一个方式 是我们总结出来这样的讲话模式 更有利于销售吗 对 这个是一个像称呼之类的话 比如说我们之前亲 但是现在改成亲亲亲爱的 有些人对这个亲真的是已经 没有敏感度了 麻木了 然后他会改到剩下的 然后感觉挺那个挺近的 或怎样那种感觉 我们有客服妹妹被客人气哭的状况吗 我有遇到过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家人 是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一句话没说 当我转头的时候发现他在哭 我说你为什么要哭呢 他骂我了 但是这个时候想一下 这个只是文字而已 因为你听不到他的声音 你看不到他表情 真的 你时间长以后 他就慢慢慢慢地 就只是把他看成一种文字了 所以这种排解方式真的有用吗 还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还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麻木了 比如说你天天 你天天骂我 天天骂我 反正哪一天你不骂我的时候 我还不习惯 都会到这种状态 我们在跟顾客沟通手间 有点就适当地 让顾客发泄一下情绪 因为他发泄出来以后 他就好沟通吗 怎么让他发泄 其实你那个 你怎么舒服怎么骂 会讲这种话 我也就是说 你没事就是说 你如果遇到什么 不好的心情啊 什么你骂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你高兴 然后都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还还能骂的出口吗 请骂不出口了 我们的灵魂是 专业专注 从高手持手心 我们的最后方式 快速高效马上行动 希望我们的努力 可以赶得上 父母老去的速度 我们现在在这里 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拼搏 一切都是为了爱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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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口号我印象很深刻 那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精神 专业专心专注 手钢手的手信 包括我们的作风 快速高效 马上行动 我们还有一个 很好非常好 那是怎么说的来着 我们的问号就 好很好非常好 我们的辛克佛在喊的时候 可能是就是不由心的 再去喊这样的口号 但是时间长了 慢慢慢慢就灌输到 自己的意识里面去 您觉得这算是 打一针鸡血吗 我感觉对每天的一个状态 是很重要的 可以就是努力喊一下 这个话给自己加把劲 然后加个油 让人很好 有些人说什么呀 就是又该洗脑了 或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思维 在一个时间段 如果你不去突破的话 你就故意了 你就是一个固定的思维 没有办法跳出你这些圈子了 所以您认为洗脑 在我们的这一谈事情里面 叫做将它的脑子里的东西 重新洗牌 换一个新的感觉 而不是把某一个 我们设定好的一个概念和框架 植入到它的脑中 不是的 就是让自己打破自己 然后再自己去给自己做一个规划 一个新的思维模式 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想要找工作 您推荐他来淘宝做客服务 您的理由是什么 看他的那个学历 如果他是有对应的 比如电子商务 或者说这一类的美工之类的 我还是比较建议他来学 那在这里边 你可以接触到淘宝的整个的一个情况 它所有的基础的流程 你都可以了解到 包括它专业的 你都可以了解到 那么你可以说只是把这个当跳板 所以如果您要劝阻一个年轻人 告诉他不要来做客服 您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没有 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要 没有 如果我们发展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机器可以非常自如地理解 客户的语言 它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冲击 这样的话一定是肯定会的 但是它这个的话 它不会完全的被取代 因为还有一些特别专业性的任务 对一些没有 就是机器没有办法去突破的 那我们会慢慢去发展不同的任务 所以您考虑过 是否有一天也有一个部门 就是机器可服的部门吗 如果有了一天您会怎么办 这个必须要去想 因为像我们的很多的商家 他也有在有一些大的小的一些机器 一些软件什么的 是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现在是两千多人 一千多个人 那这些人的岗位也是问题吗 对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在想 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发展什么 那我们要去考虑一下 让这个机器不能取代于我们 我们可以把这个淘宝 客户外包这个行业 类比为服务界的富士康吗 富士康 这个是不一样的吧 富士康应该是流水线比较多一些 我们虽然说确实是人力比较多 然后也靠的就是我们客服的一个作息 但是里边的服务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恢复的风格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只是说有一些比如说禁词什么的这样不可以 但是其他的沟通的方式都是自己在发挥 我们不是机械化的服务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服务化的比拼 所以您对我们的行业 对于客服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高度认同的 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 嗯 看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就来到了另外一家火锅店 在另外一家火锅店当中呢 我们发现好像这家火锅又和这家我们吃的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在山东民谊 因为我接触过的 设计到大量人力的地方 多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话 就是大家得在一起训话 然后得在一起做一些某种的集体的仪式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次很流行的叫客棋吗 客棋 客棋的意思就是 大家陷入一种集体的去个人化的 没有来由的狂热的感动 就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因为我原来做那个 我做过一段时间销售 是卖房子 我的领导一定会跟你说 你在赚多少钱之前 你想想你值多少钱 然后就 好多哦 大概就是什么集体的创造 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发挥的怎么样才能怎么样 他会经常把集体团队 这次往前面提 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好像很少说 我们集体怎么样 我们团队怎么样 我们往往说的是你这期片子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 就我没有让在这里面有有原因 就是它只是不同的分工模式而已 你觉得高吗 你随便减两句话进去 嗯 就随便减两句吧 OK吧 OK 把什么收 吃吧 太乱了 关注微博账号 透明人Glassman 每周四有一位透明人 当你挖掘 OK 所以雪碧广告怎么拍啊 就这一瓶雪碧我从中国带回来的好吗 飞机上不让带液体 我就在机场安检的时候 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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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喝掉了 然后在里面塞的纸 然后后来到这个日本的机场出关之后 发现万好无损一瓶雪碧客户 衣漫衣漫 干嘛不脱衣 好吗 Splido Splido Spirito Spiri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